这只怪物啊,有可能等一下会追过来呢 不好,这家伙穿门进来了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这么匆忙的来找我 有急事啊,有急事啊 我们前两天不是来了一个新同事吗 他在市区里租了个房子 每天半夜都有奇怪的人去他家那边敲门呢 对啊,这女同事非常的害怕呀 叫我们过去帮他看一看 大公,我们可是灭怪的三人组啊 这时候该轮到我们出马,英雄救美了 是啊,我也想表现表现一下呢 诶,我怎么不知道有新来个女同事啊 你们俩的消息比我还灵通啊 嘿嘿,我跟人事部很熟的 我的消息啊,是二蛋先跟我说的 看来这二蛋喜欢上这个女同事啊 老弟,你都扯到哪去了,我哪有啊 嘿嘿,他不好意思啊 先不扯这些了,我先把他叫怪了吧 了解一下他家的情况 但正经是要紧,要是真的有怪物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灭掉 你们两个怎么同事打电话 这样怎么能打得通呢 看来你们两个是都喜欢这个女同事吧 才没有呢,跟你说这几次呢 这女同事啊,已经在大厅了 这么快 二蛋,你们三个可这专门灭怪的 得帮帮我呀,每天晚上十二点啊,就有人来敲我的门呢 我都不敢开,不知道是谁啊 问他,他也不说话 你也别担心了,找我们三个就对了 不管是怪物还是坏人,我们都能解决 除非说是很强大的怪物啊,那我们就有点伤头脑了 但是也能解决掉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看来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样吧,你暂时就住在我家吧 我跟二蛋还要老弟啊,暂时就住在你家了 也方便去找出这个怪物啊 是啊,你就住在大狗家吧,大狗的家更安全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大狗,还是你专业,想得周到 还用想吗,他又不会灭怪,只能让他住在我家了 这样啊,才是最好的办法 行,那我暂时就先住在这吧 大狗,那我们出发,去他的家里 好的,去看一看到底是何方妖怪 大狗,要不要带头目剑呢 带你个头啊,带头目剑,我们去灭怪又不是灭僵尸 老弟说的没毛病啊 二蛋,你是越来越不专业了 我就随便开个玩笑,说一说嘛 我们第一趟过去啊,啥东西都可以不用带 按我多次执行任务的经验呢,一般都是坏人啊 像这种坏人的话,专门往上来敲门,好解决 徒手就能把他搞定了 呃 到了,这里就是他的家 大门已经锁住了,刚才忘记叫他拿钥匙了 哦哦,我也忘记跟他拿了 别急,这点小事啊,我早就想到了 我刚才跟他拿了 哇,他家的厨房有好多好吃的 看来这一次啊,没有白来 是,哦哦哦哦 有汉堡,还有薯条,披萨 这位同事也太奢侈了吧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 而且还点这么多吃的 难怪二蛋老弟,你们两个 会打人家的主意呢 你想到哪去了,想得这么坏 我可不是为了吃才认识这个女同事的 老弟,你在说谎 你的嘴很不老实,你看你都开始吃上了 他说的好像你不再吃东西一样 肚子饿了,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吃呢,嘴有点馋呢 先看一下这屋子的情况啊 这里是一个车库 边上呢,还有几个房间呢 三个卧室呢 哇,哦,这里是一个卫生间 想说一楼啊,有三个房间呢 没想到是一个卫生间呢 这个是主卧 哦,不对 边上呢,还有几个房间 哇,这房子真大呀 我想说要不我们搬过来跟这个女同事合租吧 这也太豪华了 这两三天啊,我跟老弟还有二蛋就住在这了 先把这个壁炉的火给升起来 享受享受这么大的豪华房子 还能帮助我们的女同事啊,解决危险 嗯,真舒服 从来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 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啥吃的 都吃完了,这桌子上啊有武器 可以先带着啊,到地下室啊比较安全 说的没毛病啊,暂时还不知道危险在哪里 看一看这地下室 哇,这是个秘密基地吧 好家伙,这里有好多电脑啊 快看,这里还有电棒呢 可以哦 看来这新来的女同事比我们还专业啊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卧底了 居然有这么多台电脑正在运作着 看一下,这上面显示的是啥 哦,原来是外面的监控啊 还想说是什么高级的特工设备呢 吓我一跳,这房子啊确实够大 我们参观到现在啊,都还没有参观完呢 要是我们三个啊,过来跟着女同事合租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地下室来做一个会议室呢 嘿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上楼吧,这里啊也没什么好待的了 到上面等着,这坏人的出现 哇,真的出现了 这,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家伙,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想起来了,这不是罗布勒斯里面的人物吗 但是他的名字,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这家伙,我记得我有玩过 我也有印象,确实有玩过 但是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这家伙,很危险 他准备过来袭击我们了 大家可要当心了 这家伙,战士还不清楚 他的实力怎么样 哇,他直接撞怪了 非常的有力啊 我一下子就被他给弹飞掉了 实力还是蛮强的 糟糕,恶弹被击倒了 恶弹醒醒 好家伙,他已经晕过去了 大哥,现在可砸整啊 砸整,先想办法逃出去再说 我记得有个门是给通往停车室的 诶,找到了 大哥,他已经追出来了 别急别急,不能慌 先把这门给打开再说 哇,车被弄爆了 糟糕,我们没车了 你再过来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哦哦,这家伙力气也太大了吧 老弟,赶紧走 这家伙,暂时对付不了 大哥,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啊 恶弹怎么办啊 暂时救不了了 我们得先回去 恶弹只是晕倒了 不是蛤屁了 你不去救他 等一下他会被吃掉的 刚才的情况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啊 只能靠他自己的运气了 最好这家伙不会吃人吧 你们怎么那么慌慌张张的 我在家里真的有坏人吗 不是坏人啊 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啥 那我更不敢回去了 对了,恶弹呢 恶弹 他已经被怪物给抓了 不会吧 你放心 这只怪物啊 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应该可以把它解决掉 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啊 你还是躲在房间里吧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这只怪物啊 有可能等一下会追过来呢 不好 这家伙穿门进来了 没想到这家伙追上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还把我那个女同事给袭击了 老弟也在里面 不会他们俩 都没有办法摆脱吧 快点啊 快点出来 想了想 我现在不能进去呢 只能在外面等着了 要是我进去 那我们三个人都别想走了 哎,我看到 前面有警察 老弟,赶紧的 前面有警察呢 我们可以叫他们帮忙 大哥,对你同事 救不出来了 先别管了 赶紧过去 我们总算是赶到了 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碰到了一只怪物 你们得帮帮我们 大白圈的哪来的怪物 你们这只小屁孩 就别在这里捣乱了 我们待会的话 还要去巡逻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赶紧多派点人到外面把守着 是啊,不然就来不及了 行了,你们俩 不要在这里捣乱 哦,来了 这家伙在门口 快,先找地方躲起来 跟他们说了就是不信 这只怪物还是闯进来了 老弟呢 不会,遭遭袭击了吧 别看这家伙的外表不咋地啊 实力非常的强呢 又来了又来了 老弟啊,你没事啊 还想说你被袭击了呢 快,往后面走 后面有两个门 哇,三个 不知道哪里可以出去啊 诶,看到了 这里有个出口的标记 老弟,赶紧把这后门锁住 别让他出来 锁住了 看来又抵挡不了多久啊 这门不是很结实呢 马上就要破门了 出来了 啊,这家伙的力气可真大呀 快往后撤 看他也不是很厉害的怪物呀 为啥他的实力这么夸张呢 小伙伴们 你们知不知道啊 赶紧在片区啊 帮大狗分析分析一下 我现在啊,才完全想起来 这个家伙啊 是严格霸把模拟器里面的角色 糟了 老弟被一直追着 看这情况 我都要开车撞过去了 看一看 用这辆车 能不能 解决掉这家伙呢 老弟 闪开 我准备要撞过去了 你尽管开过来吧 我可以闪开的 好的 哦 四个轮胎都闪架了 这个家伙 是不是在车底下 诶,哪去了 看这情况 不容给灭掉了 哇 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啊 太强了 这个严格霸把 是啊 大狗 我们得赶紧去救恶蛋了 恶蛋要救 但是要先救 离我们比较近的 刚才那个女同事 还在我们的楼上呢 得上去看一看 他有没有事情啊 刚才的情况呢 也是比较紧急啊 所以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嗯 他不会晕倒了吧 看来受伤很严重啊 老弟 你赶紧打电话 叫救护车 接下来 我们要去看一看恶蛋了 这个女同事啊 但是我们看到啊 受伤是最严重的 不知道恶蛋怎么样了 老弟 赶紧走哦